補兩個零之後 補兩個零之後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不好意思 主要的原因是 英文不會有問題 但是中文我們來跑一次 再來J 這個是成嘛對不對 你可以看一下 現在是 再一次 來看這個 有沒有看到 也就是說呢 英文它要補兩個零 但是中文要不要補兩個零 不用嘛 所以我們後面的這個地方 主要的用意是說 我今天就是要把 那兩個零拿掉 不然的話就會變六個 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我這地方substrain 如果說我今天判斷 如果它的長度是六個對不對 六個減掉四就是二嘛對不對 那當然二之後 有沒有 也就只剩下四個 所以回傳回來的話 就會只剩下 那剩下那四個字 那四個字圓 那四個 那個四個字圓 那後面再加上什麼呢?空白 就把它全部都把它串在一起 把它串在一起 那return回來之後的話呢 我們16進位碼就可以把它輸出了 有沒有 就這一串 好這樣就完成 那也就是說剛剛16進位碼的部分呢 我們是另外再寫一個 等於是function 寫在底下 寫的方式 就是先丟一個空字串 給這個strain 如果你沒有丟這個 它會產生錯誤 因為它沒有辦法return回去 變怒 就沒有東西 所以預測值 我今天前面先丟一個空字串給它 然後再做這個動作 那一定要補00 如果你沒有補00的話 就會產生錯誤 主要會有錯誤的地方是在英文的部分 英文部分 好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是 16進位轉換的方式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轉換完這個16進位之後 輸出來 輸出來之後呢 再來還要 將那個big5轉成16進位 剛剛的話呢 是把unicode轉16 把unicode轉16進位 那big5怎麼樣轉16進位呢 實際上這個地方 我們也可以寫 寫兩個方法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 因為呢 它預設是 預設的編碼方式是unicode 所以我必須要先把 unicode先轉成big5 那也是一樣把這個s 把它丟進來 再回傳回來 然後呢 再轉換成為什麼呢 16進位 所以這邊有兩道功夫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怎麼樣把unicode轉big5 一樣我們寫一個function 寫在底下 unicode轉 那轉的方式一樣 就是先stringredout 當然這個名稱你可以自己改 那特別注意說 這邊要有一個try cache 它因為它會 可能會有一個回傳 一個什麼樣的值會拋出來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它接 它才不會產生錯誤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string裡面 有一個什麼呢 get byte 的一個方法 那這個細節部分呢 當然你可以參考一下 它這個 它這邊相關的敘述 所以它會有一個 回傳一個 這個 這個 expression 就是說